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基本最常用我在做花艺的时候用到的一些工具跟器材都是一些小工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花泥了 就像泡沫塑料一样 那花泥呢有两种一种是湿花泥一种是干花泥 那在鲜插花的花艺中呢我们就是用这种湿花泥 这个就是一把够宽的刀我们可以用来切花泥用的 一把小的花艺刀 我们平时用的一把美工刀 这把花艺剪呢是跟了我时间最久的 看这儿是用来剪铁丝的 那这一把呢是我前不久才买的 个人觉得这两把的区别呢就是这把比较轻便 这把相对比较沉 但是呢它能剪更粗的东西 而且它剪起来更省势更省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儿这个祸口就是用来剪铁丝的 这把花艺剪不错 这个就是普通的文具剪用来剪包装纸啊丝带一类的 这把就是剪枝剪 我一般呢都会选择比较小巧一点的 当然如果枝比较粗的话就需要大一点的 这个剪枝剪 这个我是做一些小手工的时候用到的这个小钳子 非常好用 然后这个呢是用来钳那个铁丝 弯铁丝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个防水的强力胶带 它有这种细的也有这种宽的 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购买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双面胶带 这个是透明胶带 那这个就是我们花艺胶带 它可以给花进行一个保鲜 也可以用来固定铁丝捆绑铁丝用的 我们可以看啊 它有一定的弹性 看扯它 那这个就是用到的线 什么线都可以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玫瑰的去刺器 我们把玫瑰枝放在玫瑰枝放在这里头 然后往下一挂 这样刺就下来了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这个就是我们花艺中用到的铁丝 那铁丝呢 它有分为粗细不同的很多的档次 那它的号码越大的话 那它就是越细 如果它这个号越小的话 那就是越粗 那最最常用的这个号呢 大概是20号跟22号 这也是大家需要背一些的 那最后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注水器 那我们花插好了之后 因为由于它这个嘴是尖尖的 我们给花泥加水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好了 那基本的一些工具 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